2月19日星期一的经济日历内容较少 这是因为美国 加拿大 中国都处于假期状态 早上9点钟将发布12月份欧元区经常账户赤字 10月份下跌了90亿欧元之后 11月份盈余出现回升 一小时之后将发布12月份欧元区建筑产量 11月份的建筑工程增加了0.5% 已消了前一个月0.3%的收缩 晚间9点45分将发布第四季度西起来生产者价格指数 第三季度的投入和产出指标都略低于预期 因为两者都上涨了1% 最后于午夜12点半将发布澳联储 12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本次会议期间 外行维持1.5%的利率不变 以上内容为星期一的经济之力 下期节目将为您带来星期二的重要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